王源携手陈立志 共同发起的原基金2020西藏光明行 近日为西藏昌都高海拔地区的白内障患者 顺利送达了爱心与温暖 今年其实这个项目早就该来了 我们迪雷了两次 因为疫情 因为这个项目是早做早好 你做了第二天就出院 那我们往后面延了小半年 那有很多人就会晚恢复光明小半年 这个事情当时是比较难受的 怀揣着这份对白内障患者们的爱与挂念 8月25日 王源同原基金一型工作人员乘坐早班机 抵达昌都机场后 便直奔此次白内障病患摔查点 昌都市卡诺区人民医院 听闻此次一整活动 老乡们纷纷从各地赶来接受筛查 尽管就医现场大牌长龙 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引导视力图检测辅助专业仪器排查 陪同患者进行专家一对一问诊 8月25日至27日 三天时间内共计筛查349人 确诊白内障114人 有一个老奶奶她也不会说汉语 不会说普通话 然后她就是当时我帮着她一起筛查 她需要做眼镜的检查 其实很难受 因为眼睛一直睁开 然后还有仪器在上面扫来扫去 她就一直握着我的手 最后检查完事之后 她又起来跟我握手 然后说了一对话 但我也听不懂 但我大概意思 反正就是谢谢的意思 反正就这一点是我觉得很感动的 经用医学检测 确诊患者各项身体指数 一经确认达标 就将被尽快安排手术 截止记者发稿 已成功完成手术100例 今天这个好消息来的话 那个她手术完了 就那个看见你 觉得我家人也特别开心 她也很开心的 感谢你妈妈 其实当天我们 我在那待了大概几个小时 其实没有筛查太多例 但是想想背后的医生 他们辛苦 他们得一直来做这件事情 一直筛查 一直做手术 就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不是医生 我没有办法进到手术室里面去 我在外面看 当时也一直在期待里面的患者 能够重见光明这样子 一边是昌都市卡诺区筛查点的筛查手术 一边则是边缘线白内障 晶体耗材的发放 三天时间从清晨到日暮 一路盘山颠簸 原基金2020西藏光明行 2000余公里的行程 覆盖了昌都市人民医院 卡诺区人民医院 江达县人民医院 贡决县人民医院 内乌齐县人民医院 捐赠白内障手术 所用晶体耗材 总计900套 学中送坛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高海拔地区 然后在这个白内障比较多 也是国家的医疗保障 也是进一步提高了 颜科做手术的话 最需要的就是晶体 还有那个耗磁方面的 非常感谢王爷 这边其实我们不是捐物资 我们只是先把物资发放了 实际上是从晶体这种耗材 到最后医疗队去做手术 整个过程我们都是 我们来承担的 总体来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 做到500到1000例 这个白内障手术 作为原公益专项基金 共同发起人 陈丽志与王爷 在公益路上 亦是一路相携并肩前行 从2017年起 先后开启了 公益复明行动 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救助 超出了我的预期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很多人做公益 尤其是名人 名星 他们还是以捐钱 和这种形象参与的为主 但是没想到 就是王爷儿就从一开始 我们做第一个 这个神经母细胞瘤的 这个资助的时候 他就去了医院 而且去这个小孩 住的这个地方去探访 给他买这个石子巾 这个 包括这次我们在西藏 其实也看到 他会去医院去了解 就是医院里面缺少一些 什么样的物资 就他是很细致 是自己要去参与的 不只是说捐钱就 我们现在白脸杖 主要是可以做一些 人工精品 就是说我主要白脸杖 还有做一些 比如说道解 其他简单的一些事 反正真的是特别 觉得特别辛苦 因为我们也是 就是很想防护 所以做一些力量 非常感兴趣 回首自己的公益录 王源直言 一切都是 源于心 源于爱 我十七岁之前 我收到了很多 来自社会的 粉丝的关爱 我全部把它 逐一吸收掉了 但是我发现 我一个人 我身体就这么大 我吸收不完的 但是我发现 到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陈总的帮助 因为大家的帮助 可以有一个平台 去把这些 来自社会上的关爱 不仅仅传递给我 而且传递给 每一个需要关爱的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有意义的 为此他还特意 为自己的公益取名 源基金 并附上一支 绿色纸飞机的图标 我名字有个源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源有很多意思 就是比如说源泉 起源 就是想要一个 好的寓意 想要帮助到一些人 让他们重新的 重新像源泉一样 或者像起源一样 重新开始 就是纸飞机 因为绿色是我 蛮喜欢的颜色 其实对 然后纸飞机 其实也就有一个 象征一个 飞出去希望 别飞越高 时间回到2017年 那时候源基金 刚刚启动 第一个项目 便是神经母细胞瘤 儿童救助 当时 王源亲自探访 换儿家庭 被眼前的场景 深深震撼 如果这平常我得了都好 我们家里确实 钱已经借变了 然后爷爷说 不行啊 咱就先放弃一个 准备想把老大 当时给放弃 要不是来北京 要不是来北京 现在两个孩子 不知道还会存在 不会存在 来到北京以后 得到了很多人的 很多很多好些人的帮助 他们给我们买的奶粉 鸟不湿 有的给的钱 帮助我们的 可多可多了 神经母细胞瘤 素有儿童癌症之王的称号 因为这种肿瘤 在过去治疗效果极差 且多发于肾上腺或腹膜后 位置很深 早期不易发现 不少患儿都因此 错过了治疗 危及生命 尤其是不菲的治疗费用 常常令一个家庭陷入绝望 我曾经去看过一个三胞胎 他们当时就是 因为是长在里面的病 所以你外面看不出来 就很活泼很活泼 但是就是看着他们那种 纯洁的眼神 就觉得 为什么这种疾病 要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你想到 他们得了非常严重的病 如果没有钱 没有医生来医治的话 可能会出现很坏的后果 在那个条件下 就是拨动了心里 最软的一根鞋 就那一次也是 坚定了我要把 原基金一直做下去的 一个重要的事件 截止目前 王源和他的原基金三年来 共助力1452名白内障患者 重建光明 完成12例神经母细胞流 患癌手术 为他们带去生的光明和希望 我觉得在我小时候 被别人传说的偶像的概念叫做 偶像是贩卖梦想的职业 就是说你需要去完成粉丝对你的梦想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那样一个人 后来我慢慢发现 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形式 叫做陪粉丝 陪所有人一起做梦 就是在一起成长 一起做梦 包括原基金也是这样 我们原基金开了三年了 然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粉丝朋友的支持 包括社会各界的关爱 我们也在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长大 在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 而且会越做越多 越做越好的事情 坚守初心 勇敢向前 而王源对于这一路同他并肩 与光作伴 以爱为原 共同守候光明的小伙伴们 也充满了感恩 感谢所有为原基金提供支持的朋友 不管是任何形式的支持 都是我们都是百分之一万的感谢 这个话我说太多遍了 但是一定得说 就是说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就这个话 虽然每个艺人都说 它是俗套的话 但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对原基金的支持 然后希望每一个我的粉丝们 包括每一个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都能够一切顺利 然后身体健康 记者杨威嘉 西藏独家采访报道 请不吩咏 请不吩咏